住在大都会区的华人最近一定发现交通似乎变好了 原因是春假期间很多民众都安排好外出旅游 尤其是美国黄石公园 受到2017年初春雨的滋润 现在草木茂盛景色非常优美 沿着南加州有一家营业将近40年的旅行业者 特别推出五大行程 而且独家入住小木屋 非常的新奇 黄石公园里五彩缤纷的温泉 巨大的水柱与蒸汽 每一幕都让人目不瞎记 西峡谷里举世文明的天空步道 以及深邃的山谷 更让人永生难忘 而这些都是南加州旅行业者 特别推出的独家玩法 就是住在西峡谷 这个印第安保留区里面的小木 那个小木是非常的特色 是独家 西峡谷里面是非常的临近的 那就是只有我们 我们的游客在这个峡谷里面 那么看这个大自然的景色 不只搭配西峡谷行程 旅游业者同时规划了五种不同的旅游路线 就是要让民众体验黄石公园之余 还能一次游遍周边景色 比如我们黄石呢 有去这个古门国家公园 有去西安国家公园 有去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还有呢 现在这两年呢 非常火红的景气 就是林阳彩雀 而为了要回馈东森观众 旅行业者更提供了独家优惠 那不管你是一个人 上美国亚洲旅行社官网 东森新闻 引红文罗瑞玲 在洛杉矶采访报导